月前,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,下称公报,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结婚登记涉及7%,已连续次年下降,已发办理离婚手续,得共有437.4万对,比上年增长5.2%,为什么结婚率越来越低,离婚率越来越高,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?有组数据显示,目前国内的单身成年人数超过2亿,约2000万的20至39岁的青年过着独居的生活,这个数量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人口的总和。 如今,最小的90后已经成年了,最大的90后则已经28了,再也不是社会眼里那些年少心狂的90后了,而是已经迈进了不翻的年纪。 对于结婚这个话题,大多数的90后都持抗拒的态度,有网友说,是游戏不好玩还是酒不好喝,为什么要想不开去谈恋爱结婚? 这句话很为说出了很多当代年轻人的心声,尽管已经被灾了,已经到了晚婚的年龄了,可依旧还是有很多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。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,而婚姻则是两个家庭的事情,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了婚后的生活,除了房子,车子,还要更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面对,难以相处的婆媳关系。 是养孩子的时间问题,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时间问题,都让年轻人对于婚姻越发的委屈。 而相对比婚姻而言,单身更能够带给人们高质量的生活品质,人们对于婚姻越来越不愿意相救,拒绝束缚和不幸福。 而离婚率的增加,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重返单身,与其两个人在一起不幸福。 倒不如放手让彼此自由,两性独立早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心中的思想,随着世代的进步,女性地位不断的提高,女权意识逐渐觉醒,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愿意居立于家庭主妇的角色。 他们更喜欢追求自我,独立的经济能力,让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。 婚姻,是两个相爱的人自愿组成家庭的一种形式,如果这种形式所给予的快乐还不如单身,那为什么要选择结婚呢? 更何况,现如今结婚,对于老年人也好,年轻人也罢,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,谈个恋爱的成本已经很高了,更何况婚姻呢? 男方的父母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,不惜花费半辈子的继续买车子房子,采礼前不知什么时候也高得离谱,女方的父母为了让女儿后半辈子不受苦。 从早到晚给女儿张罗杰相亲找对象,前提是对象必须要有钱,为什么父母们都觉得只要有钱就有了幸福? 若有反抗,便会说我们那个年代结婚之前谁见过谁,还不是这样过了一辈子。 但其实,父辈们的婚姻相对长久,并不都是因为这久生情而产生的爱情,很多时候,他们只是将久,因为不知道不幸福。 当然不知道不幸福,也是幸福。 社会机制的不完善,对女孩来讲,也是极大的不友好。 入职的时候HR会问是否有结婚的大三,结了婚还未有孩子的,便会问两年之内是否要孩子。 所以,高学历,高收入的女性宁愿单身,也不愿去兼顾两个角色。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太苦了,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,都难以承受结婚所带来的经济压力。 他们宁愿单身幸福,也不愿婚后痛苦。 对我们来说,好的婚姻应该是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,获得的精神上的契合所带来的快乐,而不是将就所带来的难以维持的婚姻生活。 好的婚姻是一座城堡,而坏的婚姻则是一座坟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